凝结人员存傅武装从社区到乡镇 各个确诊足迹展开大行销 任何角落都不放过 华联疫情持续延绕 布里华联医院更成为重载区 很有可能是在布里华联医院里面的一个门诊区 因为那个门诊区在附近相关的人几乎全部确诊 华联16号再报55例确诊 其中布里华联医院院内感染就有22人 包含医护7人 行政4人 还有照服员 著名及亲友11人 而院内感染来源 疑似就在内科加一科体健科附近 如今医院五天内确诊数从两例累积爆量到139例 医疗量能 内外夹工也大受考验 还有49床的专责病床 收治我们年长或者比较有特殊需求的阳性确诊者 疫情大爆发 台东进相团群聚案也持续扩大 16号新增15例确诊 其中14类是进相团延伸 4月14号开始陆续有人确诊 目前31个团员中22位确诊 整台有缆车已经7成的人都确诊 就连台东县武党籍议员徐靖荣也在其中 更严重的是 议员回到台东隔天参加参议 同桌民政处处长也应转阳确诊 累计至今同桌已有8人染疫 滑动疫情连环报 大量足迹遍及超上银行 都是民众神火圈 也让民众任心惶惶 这综合不到 大家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成水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试用 万万水神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 可以干脆把生成机 买回家自己来使用 不够用